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近年来 恐怕是近十年来最低的目标了 也就是今年的中国经济其实是非常可怕 如果他提到是7.5%的话 按照我们原来所看到的真实的面孔 他搞不好今年GDP 鬼知道它是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这是很关键的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他提到GDP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问题 因为GDP下调1% 可能就会涉及到全中国几千万人 甚至上亿人在吃饭上会出问题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作为对等的说法 同样是来自于温家宝的政府报告 GDP下调 但是维稳费增长 去年我们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军费已经低于国内维稳费的增长 美国人如果党把它当成敌人的话 日本人如果被愤青们当成敌人的话 他们对党的威胁已经低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包括那些愤青们对党的威胁 你可能觉得你很爱国 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如何 但是党最高机构对你却是二心 觉得你是有问题的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中国今年的国安预算高于国防预算 本章讲说3月5号中国政府宣布 中国将在2012年把警察民兵和其他国内 安全部队的开支增加11.5% 总开支额达到1110亿美元 我记得我们看过原来的去年的 我记得那个数字应该是700多亿美元 那现在是1110亿美元 我不知道它这11%的增长是怎么来的 因为那个数字增长数 实际的增长数远远要高于现在所提到 而这个数字本身呢 却被中共作为放在政府报告当中提出来 也就是明确说 今天国内不稳定的因素 在党和政府的维稳的过程当中 越维越不稳 越维越出事 越要出事 党越害怕 党越害怕就要越花钱 进行维稳 而花的钱是谁呢 钱呢 花的是老百姓的钱 花的是在党中央和领导们眼睛里 不稳定因素支援 咱普通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赚自己生活费的过程中 大部分被党政府拿走之后 然后把我们当成不稳定因素 放在了武警 公安 国安 特务 监视器 放在一切的这些设备和人员上 对我们自己加以威慑 威胁 因为我们是党眼中的暗藏的敌人 中共的财政部在今年的两会开会之前 公布的国防预算当中 将警察 国安 武警 法厅 监狱等机构的开支 全都纳入公安部门 庞大的 一千多亿美元 恐怕如果真正算起来 将近是一万亿人民币 用来镇压我们老百姓 而这一万亿人民币 是从我们老百姓的 辛勤的劳动当中抽走的 反过来 被今天人大会堂里开会的人 握有权力的人 用在监视我们老百姓的身上 什么叫人的尊严呢 什么叫人性 什么叫警察国家 什么叫这么一个 这个国家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这个政权完全是黑社会的政权 我觉得你看看这一条 这都是党和政府当作 政府报告拿出来的 明确说的很清楚 如果把那些所谓的分裂分子 当成不稳定因素的话 比如说在党的眼睛里 西藏人 新疆人 那法轮功的修炼者 等等等等 作为在党的媒体当中 所谓批判的对象 都当成不稳定因素的话 那用得了一万亿去这么做吗 再想想 北京市买菜刀要实名制 谁买菜刀都得签名字 当然周永康要买菜刀 不用签名字 他也不用菜刀 他手里有枪 大家想想 用那一万亿吗 所以我才说 每一个人 都是党的眼睛当中的 不稳定因素 那谁是党呢 你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 就是党 网上有个笑话 那笑话说的也挺特别 听起来稍微有点脏 有点压口 但是呢 他确实说了一个概念 他说这个妓女啊 想卖就卖 不想卖 他可以不卖 他可以拒绝 他可以这样 他可以那样 也就是说妓女 他对自己有主动权 他对自己的尊严 如果说叫做他说话算术 这一点上来讲 他有把握自己的那一瞬间 但是中共的官不是 中共的官在这一点上的基本权力都被剥夺了 也就是说中共的官你看他有权 实际在体制之下不如那个妓女 BBC有篇文章 BBC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重庆官员否认出动警车围追王立军 文章讲说 3月5号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就王立军事件接受媒体采访 否认出动警车围剿王立军 而这位所谓的重庆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是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披露出来的 而接受媒体的采访呢 是指重庆门户网站华龙网的记者采访 他特别强调王立军是自愿走出美国总领事馆的 这是非常绝的说法 大家注意这是谁干的事呢 自说自话 华龙网是重庆市政府控制的 而他来的记者去采访重庆市的新闻发言人 而这个发言人不让说自己的名字 我不承担责任 不是我说的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消息拿出来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 薄熙来没动军队 没动武警 跨省追击王立军 我们不难想象 这是薄熙来要求自己地方能够控制的政府政权 重庆来批谣 听懂了 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 今天党内的斗争 绝了 我跟您说 没看过军阀混战的 你就仔细看这个 你就看咱进了脸机 咱会看出来什么人呢 那是人能当这官吗 稍微有点人性的人 稍微有点自尊的人 都得说 算了 这活我不干了 不是人干的活 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文章除了介绍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内容之外 文章提到说 当华龙网的记者问到 王立军进入成都 美国领事馆之后 重庆是否出动 70辆警车 围追 想把王立军带回重庆时 这位发言人完全否定这样的说法 发言人说 绝无此事 纯属造谣 重庆市政府在王立军仪式上的处理 至始至终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配合工作 非常关键 不是重庆市政府做什么 重庆市政府做的什么 是国家领导 是国家领导 有关领导 要求这么做的 那我们能不能被解读成 那这里说的有关领导 实际是周永康呢 没准吧 他薄熙来配合周永康 这是正当防卫啊 而薄熙来说 我没有派兵去 我没有派警察去 那如果那又有警察 那是谁啊 周永康啊 周永康是有权指挥全国司法系统的 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 看吧 这一戏没完 薄熙来根本没服软 薄熙来再尽可能的把自己洗清白 如果我们刚才判断不错的话 就是薄熙来跟周永康要翻脸 看且有的看 现在出的事比较多 所以有关比如像艾未未啊 陈光诚啊 这些消息呢 你就在新闻媒体上看的就比较少了 而德国之声呢 登了一篇文章 因为德国人确实对艾未未呢 比较关注 那登了一篇文章 是个短的新闻介绍 那这篇文章的新闻介绍呢 实际是艾未未在接受一家日本媒体采访时呢 他有自己的一番表达 我觉得这番表达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艾未未在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 从2008年 鸟巢这件事情 大激震这件事情之后 那艾未未真的认识了中共体制本身的邪恶性 和他对人性与道德的扼杀的那种卑劣性 认识的非常清楚 那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艾未未后悔参与设计鸟巢 文章上来提到说 实际是3月5号 日本的独卖周刊 在网上报道 他采访了艾未未 那艾未未在接受采访时说 早在08年奥运会进行期间 艾未未就已经明白 当局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建造了他主要参与的鸟巢体育馆的设计 共产党滥用体育馆和奥运会作为自我功德歌颂的舞台 所以艾未未讲说 自那之后起 他再也没有多看一眼 鸟巢 文章还提到说 今天中共当局是道德沦丧 已经进入了绝望的阶段 因为当当局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这种纯粹的实用主义 被难以为继的时候 艾未未指出 专制制度本身最大的罪恶就是剥夺公民人的情感 艾未未本身又是北京市政府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 等等等等 他主要摘取了艾未未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说的非常关键 一切东西都是为党歌颂功德 而为党歌颂功德 只为那些极少数的实用主义者利益者服务的 握有绝对权利的利益者服务的 而所有为利益者服务的一切的目的 这些利益者为什么能够坚实呢 为什么能够获得利益呢 他就是剥夺了整个公民的基本情感和权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